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年呼吸大奖 你穿一个 的西装吗 我才不一样 大家好 刷一刷先 要刷一刷了吗 一 二 三 刷一刷 还要讲一 二 三 没有 就是刷一刷 刷一刷 刷一刷 对 刷一刷 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朱后任 大家好 我是朱泽伟 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顾虾 选一个服装给对方吧 照大家的那个形象 看谁比较适合这个潮流 当然是我 开始 其实这边的衣服都是你平时不会穿的 你不是要穿黑 就是穿白 你记得吗 红星大奖 你穿了一个不同颜色 商家就赞助你一项的叠刷 我是很想选这个给你 我穿什么颜色都可以的 我衬得起颜色的 你就很难 你不要选那个紧的裤子给我就可以了 蓝色的裤子和这个监牢的 配一条黑色的裤子 不错 不错 这个够宽 你穿得下 我平时会穿这种衣服的 只是没有出来见人而已 只要穿得得体舒适的话 什么颜色都不要选 蓝色的裤子我最喜欢 尤其是蓝色的裤子 你不要听他讲废话 这些都是我选给你的 你只能选那边吗 可以 可以 我已经选这些了 你不可以选了 我选好了 太多颜色的话 等下商家又送东西 你每一只手只放一个 还有多两个 Rocky 表演员跟他的管理员这样 Wing 80公斤 从新加坡 猪猴刃 猪猴刃 我觉得太多颜色了 你没有觉得我比较像样一点 我都告诉你 Light Purple是我最喜欢的 有点不适合你的 我告诉你 每次我穿的衣服 明年流行就是这个颜色 真的 很多次是这样 如果我穿这个的话 后年就会流行 我还要懂 我选了这一套 是因为我觉得她平时不会穿 我已经差不多有十年没有自己买衣服 太太买什么我就穿什么 买了不适合的话 我还是要笑笑这样穿 其实我喜欢Light Purple 从没有买给我 明年洪庆大奖 你穿一个Light Purple的西装 我才不要 就选了一些有黄色的 刚刚我们一起看篮球 黄色的是太阳队 刚刚输了 我会煮 它会吃 然后我煮的时候它就拍下来 在YouTube看什么它就会做 好像今天早上 我刚刚煮了韩国早餐 有吗 韩国 你还睡不醒 全部给人家吃完了 你们经常做的东西是什么 经常利用 利用 大家都很喜欢 你看我爸爸在我TikTok 他不会玩 所以我其实是在帮他宣传 我还需要宣传 他认为他很幽默吗 我这些东西都是从我爸爸学的 你看你可以听得出 其实他真的一点幽默都没有 他有做很多小小的东西 就像今天整个访问 他就做很多无聊的东西 那个等一下你放慢动作好看 我觉得他不可以 他想不了想法了 我是绝对可以 我这个年底要专注在某一样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说真的 他做得还不错 我拍的每一部电视剧跟戏 他会告诉我哪里做得好 哪里做得不好 他演一部戏让我印象碎深 就是给我一百万 拿去 拿去 去这买 中了分一半给我 好 如果我中了不只分一半 还养你一辈子 中了以后 我养你一生一世 那句话文 我觉得演得最好 我觉得入行到现在 没有跟爸爸一起合作 拍一部电视剧过 其实我也有个梦想 因为我大儿子是导演 如果有一天我大儿子拍一部戏 我跟他演的话 那是一定没有人看 宝宝的戏剧你都会看 他看的时候我就会一起看 对 因为演员看戏是一种功课 对 时常把工作搬到餐桌上 会 好像昨天晚上一开一下 我大儿子一开一下 这不是你拍的电视剧吗 怎么样去拍 然后给我看到那些拍摄 吃饭的时候都会拿来拍 其实第一次尝试演戏 也是因为爸爸的一个好朋友 找我 一个导演找我来拍戏 当时是这样 他竟然告诉我说 他去马来西亚有一个音乐会 有一个音乐会 我以为KL 孤乱 有剧软 剧软应该是我80年代去过 到现在没有去过 刚好这时候有朋友打电话来 有个角色想找你孩子 后来我太太知道 叫他去 叫他去 喜欢了 然后就做了四五年了 他告诉我无论做什么 他都会支持我 出去闯一闯一下 也不是想真的去带一个大个心 进去讲是绝对没有机会 他有很多兴趣 他给我感觉好像全身都是到 希望他有一把力就够了 我觉得在家里面 爸爸吃那个很多开心的东西 都从他那里散发出来 如果爸爸没有煮的话 我们就一直吃外卖 更像一个厨师 不像爸爸 不是厨师 就是有家的感觉 并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 而是大家一起吃一家人的温馨 所以我先告诉他 你离开会有什么损失 后来我发现他很坚持 不是对或者是错的问题 而是他选择了一条 无限地发展的一条路 这个歌曲 我们从我们波利毕业之后 一直想做到现在 叫他上一些中文歌 这是英语歌 周杰伦唱英语歌吗 这首歌叫Back to You 是我自己的创作 中文歌唱 我每一首歌都差不多一样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买什么礼物给你 我买东西给你吃 我都会做 这是制作主送给你的一个 父亲节的礼物 大家都会做的 就是常常吃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 按这个小铃铛 视频不漏看